某法师说 不烧香没有慈悲供养心 什么都可以审 慈为之 慈 之处不能见神 这个之处的一个买香 不见得 烧这只香就有慈悲心了 不烧香的人没有慈悲心 我不相信 所有一切供养剧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杯水 还不是这香 水代表什么呢 水代表清净心平等心 这个重要啊 清净平等里面才会生慈悲心 所以诸位晓得 我们在家里供佛 尤其是现在住这个公寓房子 新加坡一般那个组屋 就政府组屋 面积都不大了 都很小啊 在香港 一户人家 能有这么大的一间房子 哦 这个房子好大了 我们这个过去 佛教青年协会 许多同修家里 我都去看过 他们有夫妻 还有带一个小孩的 他们住的房子多大呢 只有这个一半 只有我们这房子一半 像这一个空间 是粘户人家住的 而且房子都很矮 啊 香一烧多了的时候 空气污染 啊 所以一般他签早晚的时候 然后这个这个坐早晚阔 供一个小佛堂一点点大地方 啊 烧一直下 我们一定要了解现代的 生活环境 啊 住这么小的房子 不适宜烧香 啊 如果烧香多了 这个香气燃到隔壁邻居 人家到警察局告状 啊 警察来给你警告 就麻烦了 啊 所以供水 啊 香花水果供水 啊 水也非常重要 啊 看到水 就想到我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 出事待人久 啊 香代表性 啊 这性向啊 啊 代表性 不是说不烧香 我就不幸福了 这个这个我不不能这个说法 啊 那么在旅行当中 你去住旅馆的时候 你总不能在旅馆里头烧香吧 这不可能的事情 啊 现在这个旅游 有的机会多了 啊 许许多多 这连出家的都不例外 啊 常常在外面旅行 啊 所以这些道理啊 我们一定要懂 啊 他说的这个话 一定要有经典做依据 啊 没有经典做依据 我们不能相信 纵然有经典里面说了 佛事条条条界里头都有开源 啊 不是叫我们一定要 要这样做法 啊 一定要看环境 啊 每一条界都有开源 啊 这些开界 那不是破界 也不是反界 啊 所以一定要懂啊 啊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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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